中國在經濟方面也面臨嚴峻的挑戰 比方說這一次工作報告裡面就講說 我們這個GDP的目標值也不設了 那你想說經濟被打擊的情況之下 軍費顯然也會有一點影響吧 沒有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樣 來明杰哥 對 如果就他們公布的數據 今年的這個他們的軍費成長是6.6% 那當然你要拿這個數字去跟過去他20年 甚至前十幾年都是雙位數成長 那今年可能是第五年的這個個位數成長 那又是一個新 算是表面上是新低點 但是你要去對比另外一個數據 因為今年他們的第一季的這個經濟 是負成長6.8% 所以一陣一附這個加下來 事實上你就可以發現說 過去習近平對內不斷在強調 我可以復國之後強兵 但是今年經濟負成長之後 未來有沒有辦法有這麼多錢來支撐軍費 可能就會走向另外一個方向 叫做窮兵獨物 有錢的時候你可以強兵 沒錢的時候你還要搞軍備的話 你這是拿老百姓的這個血汗錢去窮兵獨 那再來就是說過去國際上不斷的在指責說 這個中國他是有所謂的隱藏版的 這個國防預算 就是說公開這些數字都不正確 那的確過去大概20年 中國因為他的這個內部經濟發展 他是比較相對比較有錢 那那時候他很怕這個包含美國為主 不斷在指責中國 所以中國威脅論 所以他要這個等於說要撇清這樣中國威脅論 所以他特別的確過去有把很多的國防預算是隱藏起來 譬如說他的軍工發展研發武器研發這類的 他不會放在裡面 另外還有像他內部的維穩預算 甚至都還比國防預算還高 都沒有算進去 所以過去國際上是這樣不斷在指責中國 沒有錯 不過我覺得今年2020年是一個新的轉捩點 這完全已經是不同的一個走向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他經濟開始衰退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共過去 他的這個內部的對外是韜光養晦 但是這幾年習近平已經開始 這個他的野心已經完全毫不遮掩的展露出來 特別是今年武漢飛營疫情過程中 你看到遼寧號艦隊就開出來 第一島鏈繞完完全全就是在耀武揚威 那這樣的一個耀武揚威的動作之下 事實上他已經不太忌諱去國際 擔心國際去指責他 這個在發展軍備 所以相較之下 我們就會知道說未來第一個 他經濟成長減緩 他可能會沒錢 第二個我們看到他這幾年 事實上發展了很多 包含你看航母艦隊 現在有兩支航母艦隊 未來003也開始在這個打造之中 越來越多的武器裝備 然後用相同的像這幾年 大概維持都是臺幣5兆多的規模 越來越多的這個裝備 你要維持要養 還有人事費 解放軍有高達兩百萬的兵員 那這樣的一個事實上 未來會變成一個燒錢的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他海外的這個軍事擴張 從南海到北極海 那加大他的海外的演訓也好 或者是他海外駐軍配合一帶路的戰略 很多國家他都想要打造他的海軍基地 再這樣全球都燒錢 航母一艘至少要1000億 連最近今年新下水 兩艘這個094 這個新服役的 那一艘核資潛艦 將近也都要1000億台幣 這麼多的這個武器先打造出來 然後要去養他 這個錢未來坦白講 對他來講可能會不夠用 所以他事實上未來我觀察 他會有另外一個走向 不再是什麼隱藏軍費的 他會變成打腫臉充胖子 沒錢也要硬撐 也要硬撐出來 要這個像他今年為什麼維持6.6% 他就是要跟老美展示一個 是我的國力還是非常堅強 我就算沒錢 我還是會生錢出來 會支撐我強大的軍備 跟你對抗